应绘制文化基金会以及洛杉矶台湾书院志工团的邀请 享誉盛名的台湾原声同声合唱团 将于7月12号要在洛杉矶演唱 33位原住民的小朋友除了将为海外侨胞们演唱之外 也计划要到洛杉矶到齐的棒球场献唱 让美国主流社会可以听见来自台湾玉山的声音 曾获邀前往多个国家演出 同时在中华民国建国百年国庆典礼上献唱的 台湾原声同声合唱团 沉浸的歌声感动了许多人 他们受到绘制文化基金会 以及洛杉矶台湾书院志工团的邀请 即将与洛杉矶的侨胞们见面 也让美国主流社会感受来自台湾的美妙歌声 原声同声合唱团 他们也昵称是台湾的维也纳合唱团 所带来的清纯声音 正是我们想要把台湾所谓的玉山天籁的特色 给传播到世界传播到美国 所以这次我们志工团是全力投入 已经在三个月前已经开始做各种的筹划 到了当天我们更会跟我们年轻的一群 就是洛杉矶的青年文化志工团 携手合作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大洛杉矶地区的侨胞 侨借各种先进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个活动 台湾原声同声合唱团是由布农族儿童组成的 创办人是台湾南投信义乡 罗纳国小校长马彼得 马校长亲自担任指挥的工作 带领小朋友辛苦练习 不仅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也要让原住民小朋友走出部落迎向世界 这一次玉山的声音来到北美 来到我们加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意涵 第一个是借由我们就是我们的侨胞 热烈参与呢 来帮助我们自己原乡的孩子 有一个走出希望的机会 第二个目的是圆梦 因为孩子们最熟悉的国家叫做美国 他们希望到美国到这个道琪跟这个巨人的球场 他们想让世界听见玉山的声音 那这个就是他们来的主要的目的 7月12日将在洛杉矶演出的台湾原声同声合唱团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台湾原声音乐学校筹款 而现场多位侨领出了共襄盛举 也邀请大家共同领赏来自台湾的好声音 台湾宏观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导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导